好了,我现在讲这个平衡恩典和律法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教导 在圣里面是有很多恩典推动人的 其实,所有神吩咐我们做的 神都有恩典推动我们 你可以听我讲就可以了 现在不用看这个材料 这是听我讲 在世界上基本上人是被律法推动的 从小到小你要怪 怪就有人喜欢你 不怪没有人喜欢你 你要做什么,做好什么 不做好就有惩罚 做好就有老师就为你做什么做什么 这个就是人就会觉得 要做什么要做什么 这个世界上基本上从小的时候 你要怪才有人爱你 喜欢你 读书的时候 你要读书才会成绩好 做工的时候 你要努力 你的老板才喜欢你 结婚之后 你对配偶不好 婚姻就不好 这是其实 尊重律法没有错 律法什么意思 这是要尊重的 所有尊重的都是律法 尊重没有问题 尊重律法 圣经教导我们尊重 问题是动力从哪里来 这是整个生命 这是侍奉神 听见神也是尊重的人 有福的 问题是动力从哪里来 在世界上 动力去从律法来 你要做好 就才有好的报应 做得不好就有惩罚 所以人就会这样做 信耶稣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 人多讲恩典 你信耶稣 耶稣白白的赦免你 耶稣已经爱你了 耶稣已经为你死在 死在上 你信靠耶稣就得救了 不用 不许你自己做什么好事 去白白的恩典 这个是恩典 但恩典之后 马上就很多要做了 这是没有错的 问题是动力是什么 要做什么呢 悔改了 离开罪了 祷告了 读圣经了 尊重神了 传福音了 建立灵命了 这个是圣经教导 应该做的 问题是动力从律法来 律法就是说 你要做 你要尊重神才喜悦 你不尊重神不喜悦 神就会管教 会惩罚 这是圣经都要说的 但他们就是没有说出 圣经里面很多的动力的来源 是神的应许和祂的恩典 圣经里面讲到很多东西都是 神有这个恩典推动我们的 所以有这个教导 第五个要点 其实这个第五个要点 逃神喜悦 逃神喜悦是不难的 逃神喜悦是不难的 路加福音15章7节 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唤醒 你可以不用 你可以跟着看这个手机 就不用翻看圣经 这个 其实这个罪人悔改 它还没有完全的改变 但已经天上为他唤醒了 这个就是说 我们虽然还没有变为 整个人都是义人 整个人是好人 他悔改 天上都已经为他唤醒了 然后 听神的之道 而尊守的人有福了 这是我们听了神的道 尊重就有福了 就是福气了 然后第三 藏在耶稣里面 耶稣就藏在他里面 这样就多结果之 就是说 神就回应了 神就马上回应 其实是神吸引我们 这些恩典 不但去当我们赠宠的时候 是 我们没有赠宠 神已经感动我们去 赠宠去 悔改 去爱他 去亲近他 当我们亲近他 他就马上回应了 他就藏在我里面 而且在我们里面 就产生果子了 他就产生改变了 然后第四点 马太福音十章 十一到十二 四十一到四十二节 人因为先知的名 接待先知 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 就是你不是先知 但你接待先知 已经得到他的赏赐了 这个非常好 就是意思说 你 你不是一个传道人 但你接待一个传道人 已经得到他的赏赐 然后你找不到先知 你找到一个义人 你接待他 你就得到他的赏赐 然后你找不到义人 你找到一个小子 你举在他身上做小事 就一杯 这样一杯凉水 给他 就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最小的事 坐在最小的人身上 已经有赏赐 这个就是神告诉我们 最小的是神也喜悦 神也报祝福赏赐 所以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 就是说 神是给我们动力 而且是神首先改变我们 其实恩典从哪里开始了 你们可以看我 首先从 我们 没有世界之前 神已经在永恒拣选我们 永恒已经有计划 要拯救我们 然后 他 虽然有人犯了罪 他计划 耶稣要来 为我们定死之家 然后 他寄给我们圣经 也用基督徒 感动基督徒 传福音 传福音那时候 圣灵就感动我们 所以 在这个过程 神做很多工作 神感动我们去悔改信主 当我们呼应神的时候 信主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有平安喜乐 你们信主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平安喜乐 有 这个就是神的工作 整个过程 祂在不停地 不停地 帮助我们 提升我们 为我们预备 陪伴我们 信的耶稣 圣灵就在我们里面 陪伴我们 加我们力量 加我们聪明机会 感动我们去尊重神 当我们尊重神 神就很喜悦 一杯凉水 祂就赏赐 祂就加给我们 更大的力量 给我们更多机会 去侍奉神 给我们更多的恩赐能力 所以 从圣经里面说 我们看到 从头到尾 祂是创始成终的 耶稣 然后当我们听神的话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就能察言 神的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祂就为我们预备 一个美好的旨意 祂已经老早 预备好了 在续篇139篇16节 你所定的日子 神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于日 已经写在你的车上 已经写在车上 神已经早有预备了 所以神在我们生命中 预备好 然后感动我们 当我们回应 祂马上将很多恩典 赐给我们 提升我们 加我们力量 陪伴我们 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 我们亲近祂 祂就将很大的能力 放在我们身上 也赏弃我们 提升我们 我们越听神的话 你的生命就越 尽力神的帮助 我自己的生命 尽力很多神的祝福 每一方面 神都祝福我 给我很多很多机会 我本身我的家庭是 父母都赌博 尤其是我的爸爸赌博很厉害 所以家庭 家中常常很多时候 没有钱 没有食物 这个家庭长大 但神恩待我 给我机会 将来就有机会读很多书 这个家庭是反对我去读书的 但神为我预备 给我很多方面的教导 这个是神的预备 很多方面的恩赐 你听神的话 神也给你恩赐的 不要看其他东西 现在 神就会在你生命中 有很多恩典 这个就是恩典推动 神不是说 你怪我才帮助你 你怪我才为你有预备 他说我早有预备 当你回应 所以这个预备是 当我们没有听从神之前 没有信靠神之前 然后他去感动我们 带领我们 赐我们动力 赐我们能力 赐我们感动 帮助我们去跟从神 当我们跟从神 他就陪伴我们 加力量给我们 恩赐给我们 动力给我们 然后当我们尊重 他就提升去到高层次 没样为人做了 他就喜悦 就提升我们去到更高的层次 这个就是恩典推动 跟世界是完全不同 所以基督徒可以这样的 这样生活的 我静静神 神就喊喜悦 祂就静静我 祂就居住 居住在我的里面 车子赐给我平安喜乐 赐给我动力 祂就陪伴我 就改变我的生命 赐给我恩赐 这样的话 我们鼓励人祷告 就很不同了 很多人是这样鼓励人祷告 你心里要说 你就要祷告 你要祷告 你要悔改 你要明天祷告 这只是用责任鼓励人 但我们可以怎样鼓励人祷告 神已经认识你 神看重你 神爱你 神要祝福你 当你 神已经早有预备很多恩典 当你呼应神 神就很喜悦 祂就提升你 所以你越多祷告 你就越有力量 好像刚才祷告 就马上有力量 有平安 有轻松 有舒服 这个就是神 神同在带来的祝福 这个就是神的 神是这么 用恩典推动 就好像怎么样了 我在世界上看到 最像似的 就是好像母亲带孩子 母亲带孩子 就是常常陪伴 帮助她 欣赏她 每方面都提升她 但母亲还是缺乏 因为母亲孩子大了 大了 就有很多律法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不做 我就不爱你了 就还是很多 很多律法 神是不停地提升 就是我们不听话的时候 不正宗神的时候 神还是感动 你有没有经历过犯罪了 神的感动 感动你悔改 神是不是骂你 打你 还是 游和地感动你 是不是游和地感动 这个就是神的恩典 游和地感动我们 当我们听神的话 祂就提升我们的生命 所以当我们明白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神原来是这么 用这么多的恩典 放在我身上 提升我 他不是好像 有些老师 或者是法官 在法庭的法官 就是要惩罚 或者是好像警察 就是惩罚 打你 逼迫你 不是用这些方法 神是用 爱 感动我们 推动我们 欣赏我们 加力量给我们 然后提升我们 去到更高的层次 但我们福音神 马上就有力量 有赏赐 好了 但有恩典 是不是没有律法 不是 恩典是推动 我们尊重神 圣经还是说 犯罪必有破坏性 这个 在你们的材料中 现在不要找 我这次告诉你 就可以了 约翰福音 五章十四节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 教育得更加厉害 有恩典 不代表我们可以 随意犯罪 犯罪就破坏 现在是平衡 恩典是最重要 但我们也是 正从律法 有一个教导 叫恩典福音 这个是错误的 他们只讲恩典 不讲律法 不讲悔改 不讲正从 只是恩典 这个错误的 我们是 我们知道罪的破坏性 所以我们会悔改 对付罪 我们会处理生命 因为犯罪有什么后果呢 例如 你憎恨人 也会有破坏性的 你憎恨人 里面就没有平安 喜乐 如果你不能饶恕人 你会发觉里面 没有平安 与神关系也影响 与神关系被影响 就得不到神的祝福 语言关系也没影响 语言关系就没有力量 而且内心不开心 没有神的喜悦 没有神的祝福 所以平衡 恩典律法 不代表我们 随意犯罪 其实每一次犯罪 都有破坏性 我们悔改 人人有破坏性 例如你骂人 然后你请他饶恕 你求神赦免 还有罪的破坏性 与他这个人的关系 还会被影响 还会影响我们的内心 还会影响 没有平安 也影响与这个人的关系 与神的关系 所以每样罪 都有破坏性 尤其是长期的犯罪 必定有继续的破坏性 有些人信耶稣 但他们没有处理 语言的关系 语言关系不好 没有努力做工 所以他们做什么工作 都做得不好 没有帮助人 所以语言关系不好 没有关心人 有些基督徒讲 我们帮助 他们语言的关系不好 与神的关系不好 自己内心苦恼 整个生命都破坏 什么事情都失败 这个就是犯罪的后果 所以有恩不代表 我们继续犯罪 有恩典我就说 我尊重神神的喜悦 所以我有动力尊重 神也感动我去尊重 我就有动力尊重 我自己去处理 生命所有的问题的 如果有人骂我 我也不会放在心上 因为他骂我是他的问题 神会管教他 神可以惩罚他 所以我求神神 而帮助这个人 就是他不会继续伤害人 因为他继续伤害人 他自己受伤害 所以我不会放 将他的伤害放在心上 我不会被人伤害 我放手 人的伤害我放手 什么不好我都放手 这样的话 我是常常被神祝福 神也提升 神为我开路 我也侍奉神开心 我们服事人都很大的改变 这样的话 我就做 我做基督徒 做牧师都做得很开心 很喜乐 我很有动力处理生命 这个就是恩典推动 尊重神这种动力 我有动力 侍奉神 有动力 帮助人 很多人我帮助都是义务 免费的 我来这里帮助你们也是免费的 为什么我会这样做呢 因为我就是觉得神这么好 我愿意做任何令神开心的东西 令神开心 我就开心了 看这个平衡恩典和律法第二点 神的律法吩咐我们需要尊重 这个没有问题的 律法是对的 是好的 尊重是好的 所以律法通常是告诉人要做什么 爱神爱人 尊重神 这个是律法 这个是第二点 平衡恩典和律法 神的恩典是什么 告诉我们神为我们所做祝福我们的东西 通常恩典的话都是有神在前面 我们在后面 神爱我 神帮助我 神陪伴我 神加我力量 都是神在前面 我们在后面 然后他帮助我们 这个就是恩典 所以恩典可以给人动力 然后第二点 律法不单是告诉我们需要尊重神 也告诉我们神的惩罚 审判和惩罚 所以律法有两种方法的 一种是 表达是 一方面是 我们要什么 尊重神爱神 传福音祷告 但同时律法也有 神 管教人 惩罚人 有 甚至时候 有些时候 严重的 人不悔改 神可以杀死这个人 例如 在初纪教会 这个 两夫妻 他们欺骗神 就马上被神杀死 在旧约圣经也有 人被神杀死 神也说 因为他们不冷不热 佛有 所以我要这样 从我口中将他们吐出去 所以也讲到这个 神的惩罚这方面 就是有神在前面 缘在后面 神惩罚缘 所以 跟这个恩典不同的是 恩典是神帮助提升 好的 右边第二点 神的恩典 告诉我们神的赦罪和帮助 然后第一 神的律法 现在我继续讲律法 第三点关于律法 是用惩罚来推动人 不正宠 不正宠 就有后果 有惩罚了 第四 是提醒和警告 不应该是主要的动力 如果人主要的动力 是律法的话 他就会说 我今天要祷告 我今天要读圣经 我今天要做什么 叫什么 我要传道 我要做什么 都是整天 都是要做 就好像结婚 恋爱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很开心的 恋爱 因为这个人 你喜欢 你就很想打电话给他 跟他聊 聊天 跟他一起去 去什么地方 很喜欢 很有爱的动力 对方对你好 你也很开心 但结婚 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 结婚是怎么样 你要洗碗 放好衣服 要倒垃圾 要去做工 要赚钱 照顾孩子 做什么 要沟通 要关心 都要做很多 如果两夫妻 比起相爱 就很好 但如果不去 比起相爱 你看到很多夫妻 都是这样 你没有洗衣服 你没有放好东西 你对我不好 你不关心我 有没有见过 这些婚姻 有没有发觉 很多婚姻都是这样 都是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们要做什么 都去吵架 有没有见到 这个都是 就是律法推动 为什么恋爱的时候 这么开心 你有没有见过 不开心的婚姻 吵架的婚姻 是不是发觉 恋爱的时候 很开心 但结婚没有了 因为他们没有保持 这个关系的 恩典 没有互相 做一些恩典 在对方 所以都是 律法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没有做什么 所以很多批判 你没有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所以就不开心了 就越来越厌烦 对方的情况 通常是这样的 男的不愿意 沟通 聆听 关心 爱 女的 很希望有关心 通常 女的比较多关心 但对方没有关心 她 她就很不开心 就容易吵架了 容易发怒了 所以女的比较情绪化 就容易啰嗦了 男的就比较容易 不理会对方了 这两个关系 就变为律法的关系 很多人与神的关系 也是这样 他们觉得 我要去天堂 所以我要尊重神 我要祷告 但其实不享受 没有力量 因为他们没有 看到神的恩典 但看到神的恩典 尊重神 就很喜乐 很平安的 好了 右边 神的恩典 第三点 神的爱和恩典 推动 神看着我 神爱我的 我是宝贵的 神叫我生命 有奇妙计划 神也给我 恩赐能力 我尊重神 甚至很喜悦 神就使用我 我的生命就 被高度的提升 提升 你们都可以 高度的提升的 你们每个都可以的 然后第四点 应该是主要的动力 恩典 应该是主要的动力 好的婚姻 也应该是恩典 推动 我自己 我与自己的关系 很好的 他也对我很好 我对他很好 我们就很有动力 很喜欢 对方 很喜欢 令对方开心 但很多 夫妻关系 是 很不同的 很多责任 做什么 对方都不喜欢 这是父母 儿女 也是这样的 有些时候是这样的 儿女 读书不好 父母就说 你要读书啊 读书 他读得好 进步了 但父母还是说 你做得不够好啊 你 你 你还是 七十分啊 你 不要以为你很好啊 你 不要叫 你有没有发觉这个情况 孩子不听话 父母骂他 他改善了 父母还是说 你做得不够好 很少说 你进步了 你做得好了 很少用恩典 是不是 很少用恩典 所以 我们与神关系 应该用恩典推动 就会更开心 更轻松了 好了 然后 上面了 被律法推动怎么样了 也要做 也要做 就有压力了 婚姻也是这样 要洗碗啊 要做什么 做好啊 照顾孩子很好啊 都是压力了 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但 我来这里 我没有压力了 我很愿意做 因为我知道 神喜悦 我也享受十分神 所以我没有压力 去杀十分神了 被律法推动 是怎么样 做得不好的时候 就容易内疚了 哎呀 我不够爱主啊 我不做得不好了 就容易有失败感啊 我做得不好 我失败啊 就容易与别人比较了 你做得不够好 我做得比你更好 或者是 别人做得好 但我做得不好 我就不开心了 就容易与人竞争 比较了 容易批判别人 有些小在教会 也是这样的 你不爱主啊 你不要 神不会用你啊 这是用律法 所以我鼓励你们 用恩典推动人 怎样恩典推动呢 神有恩典 很多恩典 赐给你 已经预备好了 你亲信他 他就为你预备 好了 被恩典推动是怎么样 第一 是被爱推动 乐意轻松 赠宠神 神爱我 神喜悦我 神祝福我 所以我乐意尊重神 我尊重神 神也喜悦 充满设罪和接纳 神必定赦免我 我也开心 第三 尊重神了 就知道神接纳 就有成就感了 很多人做很多好事 都没有成就感 这些西风的人 也是说 我西风他们不大改变 所以我做得不好 但如果我们有神的生命 就有力量 西风更有果效 第四了 容易去欣赏和称赞人的努力 有人努力 我就称赞到他 很好 进步很大 第五 乐意帮助别人的 第六 见到自己和别人尝处和成就 就充满喜乐 感谢神 我要改变 别人改变 好了 我现在示范一下 怎样鼓励人 用恩典鼓励人 例如 有人犯很多罪 很多很多问题 我就说 你辛苦吗 你的 很多做得不好的东西 语言关系不好 有没有辛苦啊 他说辛苦啊 我就说你悔改 神很想悔改 神有预备 神要祝福你 你们可以看 我现在不用看手机了 神已经有预备计划 当你对神说 我有罪好 求你赦免我 整个天堂就同时 哇 很开心 所以你马上悔改 神就喊喜悦了 好了 我鼓励人 信靠耶稣 耶稣 早有预备 祂要拯救你 在你生命中 做伟大的工作 当你信靠祂 祂就很喜欢 祂就马上进入你的里面 马上为你预备 美好的计划 马上感动你 加力量给你 然后祷告 我鼓励人祷告 神在天上预备很多美好的东西 你的父母可能为你预备一些好的东西 但他不能每一方面都祝福你 但神在天上已经为你预备好 很多很多 每一方面 你的暗示 能力 才干 你的智慧 聪明 语言的关系 所有神都有预备 所以当你信靠神 祷告的时候 神就将这些计划放在你的里面 所以祷告 我们就是有信心 神必定呼应的 我赞美主 哈里瑞永 信你诚实敬拜 神就很喜悦 以神为乐 祂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祂就自动地祝福你 你爱神 神就为你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 已经很多恩典为你预备好 你爱祂 祂就成就在你生命中 成就伟大的计划 所以你爱神的话 你得到的回报是非常大的 没有想到 我自己当我爱神的时候 我出信主的时候爱神 神就为我预备 读书的机会 为我预备很多方面的 很多方面的预备 财干 供应 我都真的感谢神 每一方面我都 我觉得神大大的祝福 所以我很喜悦神 很有动力去侍奉神 因为神就喜悦我们做的 每一样事情 好了 你们明白吗 这个用恩典推动 这个是让你认识圣经 从圣经看到神很多的预备 神很多的恩典 例如侍奉神 我们鼓励人侍奉神 我说神很想祝福人 拯救人 但很多的信仰 没有动力侍奉神 当你要动力侍奉神 神很喜欢 其实神给你动力 神感动你去尊重神 侍奉神 当你呼应神 神就很喜悦 祂就赐给你恩赐 财干 动力 其实 这是今天 如果你说 我要学习侍奉神 神就会马上改变你 赐给你动力 你就会享受神 你一生为神做的 神都喜悦 你会不会看到神这么美善 会不会有动力去尊重神 会不会觉得 跟从神是美善的 就是一杯凉水 神都喜悦 你会不会说 我愿意跟从神 我愿意走神的路 因为神掌管一切 祂必定祝福 你相信吗 你想不想 你想不想 神就这样祝福你 你里面有没有一种动力 动力 好的 我要跟从神 跟从神是最好的 有没有这种动力的 我希望你们都有这种动力 所以我刚才是示范 怎样用恩典推动 但很多人是这样 用律法推动 让你比较一下 很多人是这样 你要祷告 你要读圣经 你要悔改 你做得不够好 这些都是律法推动 你有没有听过 人是这样律法推动 这是有些小 人长到也是这样 你们信的耶稣就要这样 就这样 就那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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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